谢谢各位,各位请坐 这个房间像是180度那么热烈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聚会都非常特别,对吗? 我向你们保证,接下来的内容会更加特别的 像这样的周末聚会,整个目的都是为了让各位朋友拥有更强的信念,更好的理解 帮助我们准备好为未来定立目标 今晚,杰奇和我会谈谈我们在这个周末聚会上定立的目标 以此作为一个榜样 我们至今为此所经历的一切事情,都是一种学习的体验 让我们准备好去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 让我们能够从中学习,继续前进 并且树立起榜样,让我们能做出成果,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 我想用这样的思路作为开始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是一种原则 你们知道,所谓原则就是那些永远不会改变 永远不会生锈,永远不会磨损 永远都会保持亲鲜如意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看这条原则 一个人在心里怎么想,他就是怎样的人 如果我们能感受到这个生意 如果我们能感受到我们的未来 如果我们能对自己感觉良好 如果它进入我们的内心 在我们内心里开始发芽 它就会从我们的言语中表现出来 最后体现在我们的行动里 今晚,杰奇和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你的思想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一个人在心里怎么想,他就是怎样的人 我们将会谈到我们需要讲一些什么样的话语 才能推动我们前进 因为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听到的 杰奇将会谈到这方面的内容 然后,我会回来讲讲我们需要具体做什么 现在,有请接启 正如伯特说的一样 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下 为了帮助我们保持走在正轨上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以及我们的思想过程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然而即便我们读过它 或者知道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作用的 但是当我们忙碌起来 也会很容易把它忘记 我们想要提醒你们这样一个思想过程 那就是,思想能够变成语言 而语言能够变成行为 这样的周末聚会非常重要 因为它能让我们有机会坐下来 反省反思,重新设定我们的目标 为我们注入新的激情 我们看到别人已经做到了我们想做到的事情 既然他们能够做到,我们也能做到 我们的信心也得到了更新 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允许自己最大程度的放开思想 这样,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每天重温这些想法 早上一起床 头脑里就浮现这些想法 我们为什么必须拥有那些想法呢 那是因为,无论我们在心里滋养什么想法 在受到压力的时候 就会有什么想法冒出来 任何一个人离开这里以后 都会在某个时候遇到压力 因此,在这个周末聚会 我们要确保尽量放大这些想法 我们要确保给自己灌输一些好的想法 以便在你们离开以后继续支撑你们 第一点呢,是激情 我知道,你们都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才来到这里的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才来到这里 你们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们想要某些东西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首先,是什么样的激情 推动你加入这个生意 坚持留在这个生意里 并且让你们来到这里的 那就是我们首先要滋养的东西 那是一切的焦点所在 你不能让它停留在想法上 而要把它变成一种激情 这里想象你们提出一些问题 它们都是很好的问题 我也很喜欢拿来问自己 它们能帮助你检查自己的进度 首先,这里有多少人相信积极的思想 积极的话语 以及积极的自我对话的力量呢 看起来,大多数人都相信 再问一个问题 在这个房间里 谁能够坦诚的说 这个星期里 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我好像没有看到谁举起手来 这很好地说明了 我们需要做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做出决定 去开始走出这一步 然后,我们做出决定以后 并不意味着它就会一直保持现状 我们必须去管理那个决定 我们必须去滋养那个决定 我们必须去为这个决定而付出行动 我很高兴地看到 这里所有人都相信积极话语的力量 积极自我对话的力量 积极思维的力量 因此,我们都从正确的地方开始 问题是 我们能否让我们的思维 只去想那些积极的事情 而完全摒弃消极的事情吗? 当事事如意的时候 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非常好 所有的朋友都能做到 这正是我们正在练习的事情 当一切都顺利的时候 那正是我们练习 我们希望在生命中所拥有的 积极思维 积极话语 积极自我对话的时候 因为当事事如意的时候 我们去练习做这些事情 在遇到压力的时候 这些积极的事情就会冒出来 即使有些你不想要的消极东西流露出来 你也能很快辨别 然后迅速改正过来 正确的做法不是忽视它 而是用积极的东西去替换它 这是一种很好的习惯 如果你足够经常地去做一件事情 那么你就能自然自动地去做它了 我是一个骑手 并且教人们骑马 当我自己骑马 或者是教别人骑马的时候 如果我发现 我自己或者是别人犯错误 我们就会立刻去矫正它 开始的时候 每过30秒钟就要矫正一次 如果我们集中注意力 每30秒钟就矫正一次 那么慢慢的 我们或许可以延长到 每5分钟矫正一次 然后延长到每10分钟矫正一次 更长的时间以后 我们也许只有在压力下 才需要矫正 对于我们想去培养的其他习惯 也是同样的道理 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许需要集中注意力盯着它 我不知道你们喜欢怎么做 我自己很喜欢通过CD来做到 当我需要克服自己心里的一些东西时 最好的事情是听听别人的讲话 而不是自己的讲话 如果我听自己的讲话 我可能很难压下去心里的那个声音 这就是我们需要有CD的原因 你们是否听过这样一句话 成功与不成功者之间的区别 在于他们如何思想 以及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 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想想看 我们一天有24小时 其中有的时间是已经有去处的了 我们必须去上班 我们必须睡觉 我们必须吃饭等等 这些都是必须去做的事情 此外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是我们可以去自由选择如何使用的 而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时间 是得到不同结果的关键所在 我们必须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们是否最大程度的利用了这些时间 我们把它用在为我们的生活 带来更好结果的事情上了吗 给你们举个例子 我们经常到处旅行 当我遇到一些零碎时间的时候 例如等飞机或者排队 我会让头脑暂时休息一下 在手机或者电脑上 玩空荡接龙游戏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这会让人上瘾的 我会花很多时间来玩这个游戏 空荡接龙不是什么坏游戏 也不会给你灌出什么不良影响 但是我突然意识到 如果我想成为更好的人 我应该把这些零碎时间 花在能带来更好结果的事情上面 空荡接龙是一件中性的事情 但是事情总是不进则退的 不可能远地踏步 我需要把这些零碎时间 花在一些能够推动我前进的事情上 给我的大脑注入积极思想 让我的嘴巴里说出积极的话语 最后带来更多结果 更积极的行动 所以一段时间以后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再也不做这件事情了 我要把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我要读书 我要听CD 我要把时间花在能带来好结果的事情上 有一件事情 我是从来都不做 也没想过要去做的 那就是看电视 虽然我们一家人很喜欢看电影 不过我不喜欢看电视 我不会去追某个电视连续剧 也不会打开电视 看看正在播放什么 但我知道有些人会这么做 就好像我玩空荡接龙一样 因为我觉得值得让自己的大脑休息一下 值得让自己放松下来 但是这么做不会带来积极的结果 不会帮助我们让生命最大化 我不喜欢做的另一件事情 就是听新闻 我知道 杰里美杜斯讲过这个方面的内容 他停止看新闻 因为新闻总是让他感觉不好 这可以作为一个标准 帮助我们判断 是否去做某件事情 看看这件事情 是否让我们变得更好 是否让我们变得更积极 是否帮助我们创造更多结果 还是只是在浪费时间 或者以某种方式 消耗我们内心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确保 我们时刻在过滤和保护 我们所吸收到的大脑的信息 前几天 我的儿子汤米 带了几位朋友来我们家玩 他们想在互联网上 查找一部电影 在看过预告片以后 汤米告诉我 对这部电影不会很感冒 所以他们说了一些话 想试探我的态度 看看能不能得到我的许可 去看这部电影 在面对蠢蠢欲动 尝试突破边界的 十几岁的青少年 你不能像对待小孩一样 简单拒绝 你需要向他们解释 为什么不允许 所以我想对这些男孩子们解释一下 虽然他们以前听我说过 不过这次是他的朋友 所以我还是想向他们认真解释 让他们知道 筛选和过滤 进入他们大脑的内容 是很重要的 因为吸收进去的东西 总是会流露出来的 所以无论我们吸收了坏东西 或者吸收了好东西 同样的东西都会流露出来 相信在座大部分人 都听过汤米哈勃的故事 还有杰里美杜斯的故事 如果没有的话 请尽快买到这些CD 可以这样说 汤米哈勃以及杰里美杜斯 他们的生意 都是在他们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时候 才变得更好的 杰里谈到 他们是看了一本叫做 积极的自我对话这本书以后 才完全扭转自己的生意状况的 在座有没有人时不时说 我团队里怎么就是没有人做事情呢 你真的想这样说吗 那确实是我们需要好好问自己的事情 汤米哈勃谈到 他们开始对自己说一些他们想要的事情 而不是一些他们已经拥有的事情 更不是他们不想要的事情 是一些他们想要的事情 他们开始说 他们团队里的人正在做他们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当你这么说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这些话 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你就会做出相应的行动 让事情成真 这就是带来结果的关键 所以说 我们是在创造一种提升自己的情绪 提升我们周围人们的情绪的环境 还是在创造一种 让一切都消极气馁的环境呢 那就是带来所有不同的关键 我们有些人 很善于激励别人 但是我们经常忘记 激励我们自己是同样重要的 稍微留意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发现 我们正在心里说一些打击和贬低自己的话 比如说 我们这件事情做不好 那件事情做不好等等话语 经常从我们口里说出来 所以不仅要对别人说一些积极鼓舞的话 还要对自己说一些积极鼓舞的话 是很重要的 要扮演一个一句消极话语也不说的角色 我的母亲经常这样教孩子 如果你说不出什么好话 就什么也别说 更进一步的说法是 如果你想不出什么好的想法 就别想了 去修理一下这个想法吧 你确实需要想一些好话来说 所以比什么都不说的更好的做法是 用积极的想法来取代它 这样才是训练大脑思维的正确方式 最后我想留下一个问题让你们思考 因为这是我想向你们讲的核心内容 是我们想为你们打好的一个思维基础 这个问题是 你是否已经成为你希望的团队复制的样子 那不是打一个勾就完事的问题 那是一个我们每天都要问自己的问题 是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要问自己的问题 我们是否已经在用我们希望我们团队 思考的方式来思考呢 我们是否已经在用我们希望我们团队 说话的方式来说话呢 当我们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以后 那么所有的事情都会按照我们希望团队 复制我们想要复制的方式来进行了 接下来 有请我的行动派男人 伯特·古里克 来谈谈行动这方面的内容 谢谢你亲爱的 我很幸运和杰奇一起生活 他总是能和我保持一段距离 为我保留一些空间 让我能喘口气 每次我说出一些不太积极的话时 他本来可以说当心咬到舌头 但他从来都不这样说 他不会这样回答 所以今晚我才能在这里对你们说话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 我们也有事事如意的时候 正如杰奇刚才说到的 每一件事情都那么顺利 我们一整天都过得很愉快 甚至一个星期都过得很愉快 我们很容易说出一些积极的话语 告诉别人事情是多么的好 但是挑战在于 我们总是会跟随我们周围的氛围变化而变化 所以当我们处在压力之下 或者事情不如人意的时候 如果别人没有去做我们期待他们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没有做到 我们期待自己做到的事情 那么我们身边的这些态度 这些氛围 可能会造成一种旋转向下的发展趋势 而不是动视不断增强的趋势 所以当我们展望未来90天的时候 在任何一个90天时期内 你都有可能从零做到银章 无论你目前处在生意的哪一个水平 不过显然最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有着那样的思维模式 去促使我们那样去思考 我记不清有多少次了 当别人问我 你想什么时候做到银章 这个月底 你想做到什么级别 我总是做出很夸张的回答 以为这样的回答 可以激励那些问过的人 我以为 我们的耳朵会听到我们口里说出来的话 然后就可以去做成某些事情 那是不够的 我们可以在心里想着一回事 然后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假如我现在问你们 在三个月以后的9月30号 谁认为自己能做到银章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举起手来 站起来欢呼 为什么呢 首先 因为在这个时候做到银章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这时你能够有资格去达成Q12纸戏 然后获得相应的奖金 或者达成明年奖励旅行的资格 因此你们会有一股冲动 让自己说 我要做到银章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跟进那些话 没有用行动来跟进 那么事实上 我们也就仅仅是说那些话而已 我们说这些话 因为那个时刻 那是一句正确的话 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是积极的 而不是说我不可能做到 我很理解这一点 所以正确的做法确实是回答说 是的 我会成为那些人其中的一个 是的 我会做到银章 但是当你旁边没有别人 你不再继续对自己说这句话 或者在一桌人当中 只有你心里这样想 我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我不可能做到 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银章 突然之间 你注意到旁边的其他九个人 都举起了手 出于一种想要和其他人一样的压力 你也举起了手 至少这样你算是有伴了 但此时此刻 举起手的其他九个人 也很可能处于和你一样的近况 并不清楚自己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但是他们都会一口同声的说 是的 因为这是积极的话语 让你们和其他人一起 耳闻台上所讲的这些内容 目睹人们所做的所有事情 然后带着这种兴奋的心情 离开这个会议 你们又要回归现实 坐进汽车里 开车回家 星期一早上 起床 去上班 然后你们会意识到 又回到奔波和挣扎中 那个时候 我们所说的话 和我们所做出的行动 才会决定我们是否能在 九月三十号之前 或者在任何一个月底之前 做到银章 或者我们是否去在生命里 做出一些事情来 所以当我们坐在这里 一口同声的 齐声高喊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知道 一个人心中是怎么想的 他就是怎样一个人 所以你必须努力的做到 一定要相信自己 有很多人都相信这个生意 我们可以相信这个生意 能做成 我们可以相信所有的 其他人都能做成这个生意 但是只有当我们相信 我们自己能做成这个生意 我们自己能够成功 我们自己能够改变现状 我们自己能够克服 任何必须克服的困难 只有在我们相信自己之后 我们才能前进 我们必须有着这种信念 然后这个信念 会在我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来 当我们的下一次聚会中 表现出来 无论你有没有带新朋友来 你也许说我努力过呀 我也曾经这么说过 但这个回答是多么的虚弱啊 你要做的事情 必须比仅仅是尝试要更多 你必须要去到这样一个地步 你说无论如何 我都要带一个推荐对象来参加聚会 不只是这个星期 而是每个星期都要这样 哇 那真是一个成就啊 在成功的做到几次之后 你会不会越来越相信自己 能做到这件事情呢 当然了 每当我们取得一次成功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继续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上 再接再历的时候 但是我们通常都会怎么做呢 哎 我的推荐对象没有来 我也这么说过 当我的领导人来到我家 给我们讲计划的时候 第一天晚上 我家里坐满了人 但是第二天晚上 根本没人来 原因是 我没有继续去邀请人们 这就是所谓的没有人出现 没有人出现就是 你没有邀请人们 所以人们不会出现 我们在这个生意中的行动 可能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意愿是好的 我们也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和别人见面 我们需要去做很多QI 我们需要做足够的QI 才能有足够多的人 认可这个概念 你必须让数字为你工作 太多的人 经常是在一个星期里 只做两三次QI 最后没有人出现在 公开业务聚会里 因为我们在这个星期里 没有过滤足够多的人群 这并不是我们做一次 两次QI能做到的 从统计数字上来说 如果你做五次QI 三个人会认可 最后会有一个人来参加聚会 如果你只做一次QI 那么要五分之一个人来参加聚会 恐怕很难做到 你也许会说 根据平均数法则 如果我做的次数足够多 最后加起来 总还是会有一个人来参加聚会的 如果我一个星期做一次QI 做五个星期 是不是就能有一个人参加聚会呢 从理论上来说 应该可以 但是 这是不是你去建立财务自由的正确之道呢 当然不是 你们有多少人看过奥运会呢 我很喜欢看奥运会 在这个体育盛事上 有许多项记录被打破 那些记录之中 有哪一项记录是被意外创造出来的吗 肯定没有 你们知道吗 当有人打破某项世界记录的时候 他们必须在心里 先想象打破记录的画面 他们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 在别人都认为 那是不可能实现之前 先想象自己已经做到了这件事情 回顾历史 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 就是马克斯比茨 马克斯比茨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 年仅16岁 他赢得了四枚奖牌 一枚是金牌 一枚银牌 两枚铜牌 或者是两枚银牌 一枚铜牌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但我知道 他总共赢得了四枚奖牌 这已经是非常杰出的成绩了 但是当记者问他 他是怎样看待 他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成就的 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 首先 要去奥运会的赛场 你必须是你所在国家 最好之中的最好 他去到赛场了 和世界上最好的选手 同场竞赛 他是当时那一场比赛中 全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 因为他获得了一枚金牌 然而 他的回答却是 他对结果感到失望 而这正是他卓越之处 他说 四年后 我会再回来的 你们知道 四年后 能够再次回到奥运会赛场的人 是多少吗 因为很多人 在上一次 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黄金时期 他们已经达到了自己的巅峰 无论结果如何 一切都到此为止了 但是他确实回来了 当时没有企业赞助他 没有人关注他 只把他看作一个无知的16岁小孩 对他取得的成绩 竟然毫无感觉 四年以后的1972年 他再次回到慕尼黑奥运会上 他参加了七场比赛 赢得了七块金牌 并且打破了七项世界纪录 换句话说 他必须在七天之中 完成七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那是很不同寻常的 今天马克斯比茨还在游泳 他还能在给人们教导和训练中 比许多有望在奥运会上 一展身手的游泳好手 游得更快 所以当你看奥运会比赛的时候 你要明白 这就很像我们的生意 你见到某个奥运会运动员的时候 你认为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呢 他们是否在想 这个训练环节结束后 我们午饭要吃什么呀 或者是在想 这个女孩很可爱 我想约她出来 他们绝不可能再想这些事情 他们身上每一块肌肉都在想着 下一步将要做出的动作 一个人在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就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们在心里创造着每一个完美动作的画面 如果他们的专注分散了 如果他们让观众的欢呼声干扰了他们的专注 就不会做出那些高超而完美的动作 在那个时刻他们必须拿到十分 他们必须做出完美无瑕的表现 每当评论员说 他们这个动作肯定能拿到十分 太令人惊叹了 听到这些评论 我总是叹为观止 这些运动员是怎么做到的呢 因为他们每一天都在坚持不懈的刻苦练习 无论他们感觉好还是感觉不好 一年365天每一天都在练习 有些人还不止坚持练习了四年 有些奥运会运动员甚至坚持练习了十年 练习了上万次某个动作 只是为了那一个时刻 把那一个动作完美无瑕的表现出来 你认为我们应不应该花一点时间 为下一次QI做一些准备呢 你是否觉得当我们走进一个地方 和人们做QI的时候 我们应该在心里进行一个彩排 想象那个人说 哦 我喜欢这个概念 我喜欢那个概念 是的 我愿意和这个团队见见面 我愿意来参加你们的活动和聚会等等 你能否想象这个场景呢 你能否去练习和实践 让自己在看着一个人的时候 你看着他们的眼睛 向他们敞开自己灵魂的窗户呢 你能向他们微笑吗 当你握手的时候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你是否都能够看着他们的眼睛 然后给他们一个有力量 但不过分的握手吗 有些男人握手太过用力 似乎生怕对方不知道自己存在似的 这样也不恰当 你应当让人们知道 你有着足够的自信 你相信自己能为他们提供一些东西 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你和我应该专注于 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 是让一些人的生活变得更丰富 他们是否接受 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如果某一个人不接受 我们今天向他提供的 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改善他们生活的机会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样的机会 提供给其他人 我们去推荐哪些人 把时间和精力 倾注到谁身上 对我来说根本没有区别 但是我总是会通过 我的言语 我的行为和非语言的沟通方式 让他们知道 我相信自己 我所做的事情 能为他们提供一个 改善他们生活的机会 如果他们选择不去做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寻找机会 你们要明白 那样的榜样 那样的行为 是根本假装不出来的 或许偶尔能伪装一下 但是事实是 我们必须发自内心的 有这样的感受 我们从哪里得到这种感受呢 我们从哪里学到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呢 是通过和正确的人交往而来的 在美国 没有哪一所学校教你这一点 没有哪一所大学 或者学院教你这一点 也许军校在这方面 做的是最好的 它能有效地提高一个人的 自尊和自信心 但是在这个生意里 我们除了提供产品 奖金计划 生意机会 和增加收入的机会之外 我们还提供另一种机会 也就是作为一个团队 不仅去提高我们自己 还能提高别人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人们感觉到这一点以后 他们会做出更好的判断的 一个人在心里怎么想的 他就是怎样的人 有一些人 进入这个生意已经相当长时间 参加过像今天这样的聚会 听过很多录音 读过很多书 因此他们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虽然他们没有在这个生意里 取得好成绩 但他们在其他生意里 创造了很好的成绩 我收到一个人的电子邮件 他是我刚刚开始这个生意时 认识的一个人 他在邮件里感谢我 因为他把在这个生意里 所学到的原则 运用到他建立的几个生意里 后来他把那几家公司出售了 现在依靠投资收益来生活 他还说在任何时候 如果有人不相信 这个生意里的气氛和态度 能使他获益匪浅的话 你可以让这个人打电话给我 虽然我没有在这个生意里 做出什么成绩 但是我利用了 我从中学到的这些原则 氛围和态度 在我的生活里付出实践 得到了很不错的成就 那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我当然希望看到他 把这些收获 也应用到这个生意里 不过关键是我们能够为人们提供这样的成长机会 有些人说 我没有钱去参加下一个周末聚会啊 我能体谅他们的处境 我理解 为了去参加我的第一次周末聚会 我不得不卖掉了我的电视机 当时 它是我家里唯一还有一些价值的东西 才买得起门票 对我来说 那实在是太艰难了 当时 我是如此喜欢电视机 以至我把电视机的电源插头 和客厅的灯的插座连在一起 所以 只要房间的灯开着 电视机也就开着 有时候 我会让电视机24小时都开着 因为 我想着要吸取信息 我得听到一些声音 让我感觉到 有些事情在发生 这对我有什么帮助吗 一点也没有 所以 当我把电视机卖掉的时候 我太难受了 但是 那一次大型聚会 对我的意义 正如这次聚会 对你们某些人 或者全部人的意义一样 那是我生命的转折点 而是在那个时候 我认清了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那就是 我相信 我能够成为钻石 舞台上面和舞台下面 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和我所听到的信息 都让我相信 我能够成为钻石 在那个会场的那一群人 每一个人都如此坚定的相信 这是一个正确的声音 在那里 没有任何负面的信息 没有任何不同的声音 那一天 所产生的交往和融合 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化学反应 创造了一次大爆炸 不仅是在美国 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 成千上万的人 都感受到那一次聚会的影响 这个数字 还会在以后数十年 数百年里不停的增长 有些人在受到这个影响之后 会在这个生意里 大展身手 有些人在受到影响之后 他们的思想 语言和行动 以及他们的榜样 会在其他的预域里体现出来 让他们在其他的地方 获得成功 因此 你和我都要在这个聚会里 拿到尽可能多的收获 以自己为榜样 去带领别人 我们必须把我们想要的东西 说出来 这需要练习 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很多时候 还需要别人的帮助 你们很多朋友 在家里都有着储钱罐 尤其是家里有小孩子的朋友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找到一个罐子 它应该有一个盖子 每当你家里人 或者家里以外的人 说一些不太积极的话语时 你就往罐子里放进一些钱 这个方法对我们非常有用 因为我们放进了如此多的钱 我们甚至可以凭借这些钱来退休 我曾经邀请过 那么几个非常消极的人来我家 只是为了增加罐子里的存款 这样做 不仅是不要说消极的话语 而且要互相阻止 让双方都不说消极的话 接起是不允许我说出任何消极的话 你们知道 当一个男人处于非常沮丧的时候 会有一些东西 以一种消极的形式 从你们的口中说出来 很多男人都喜欢这种感觉 对吗 我们对他们依依不舍 接起是一个斗士 是一个领导人 他自己也做出很好的榜样 每当我说消极话语的时候 他会毫不客气的把我打住 他阻止我说出消极的话语 因为消极的话语 是消极思想的反应 如果我们想要在生活的道路上 继续前进 取得成功的话 我不能 就是我们一个不能使用的奢侈品 要打住这种消极的思想和话语是很难的 有时候我们确实很想说 我不能 我不能啊 但是你必须使劲把不能打住 咬住舌头 然后把它变成 我能 我能 我会 这件事情 我会做成的 我们要互相帮助 我们通过聚在一起 持续不断的聆听和需取一些积极正面的信息 从而互相帮助 不是提起那些消极的事情和可能会失败的原因 而是不停的从对方和我们身上寻找闪光点 去加强他们 用自己的榜样走出去 积极追求我们的梦想 你们有没有意识到 有多少人正躲藏在丛林后面 等着看到你们在这个生意里做出成绩来呢 他们曾经批评过你 讽刺过你 嘲笑过你 说这是行不通的 你做不成的 然而在内心深处 他们却偷偷的期盼你能做成 好让他们以后有理由加入你 他们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这一点 直到他们时不时问起我们 那件事情做得怎么样 你们有多少人听过这个话题 那些拒绝你的人 后来又问起 你们的生意做得怎么样 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你必须足够积极的 足够坚持的追求你的梦想 才能偶尔遇到有人问起这样的问题 那些人曾经跟我们说 这是行不通的 而后来 他们又问起进展如何 我们不仅仅是希望能够回答他们说 进展太好了 然后尝试把他们带进这个生意里 我们还希望用榜样的力量 让他们看到 我们还希望扬起这面旗帜 这面胜利的旗帜 因为在每一场战争中 人们为了夺取成功和主权 每攻下一座山头 每拿下一座城市 他们就会高高的扬起这面胜利之旗 向世界宣告 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取得了胜利 你们知道我们的旗帜是什么吗 我们的旗帜就是你们的梦想 你们想拥有一辆全新的奔驰车吗 那好 去把他转到手吧 出去建立你们的生意 把他转到手 把他买下来 然后开着他 去到你们邻居门前 当然不是小心的开到那里去 目的当然不是在他们面前张扬炫耀 而是要扬起这面胜利的旗帜 当你取得了胜利 当你获得了成功 当你有钱让你的梦想成真 你去买到自己梦想的东西 活在那些东西里面 这并没有什么错 这样别人就能看到 你相信你自己 你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 你曾经用话语来说 现在你用行动也在这样说 你们接下来 90天的生命将会是非常艰苦的 那是一种积极的艰苦 你们将要去做 很多令你们不舒服的事情 在你们不想做的时候 你们必须坚持去做 你们必须去克服困难 你们必须把梦想说成现实 你们必须把梦想做成现实 在接下来的90天里 在你们生命的接下来90天里 你们必须狠狠地伸展自己 开始你们的征途 那些对你们的征途 做出过评论的人 无论他们的评论 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你们都要记下他们的名字 和地址 这样你们才能给他们 寄一张明信片 向他们致谢 谢谢大家 我们稍后再谈 谢谢大家 现在äv,你快乐 IF 那 这个 这个 明镇 你看 booth 置 Viv